政公所特别开放疫区 让国立南投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 能够亲自体验把萝卜的乐趣 在老师的虫旁协助下 顺利地从土里拉出第一根把萝卜 让学生惊喜不意 一把就停不下来 他们听到了我们的把萝卜记者会活动 然后就联系公所 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活动 让民众能够体验我们的过去 传统的一些农业生态 那这一次特殊学校来我们这边 看到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地在这边体验 那也代表着我们孩子们的一个童真 那也欢迎1月14号各界都能够来 参加我们的把萝卜活动 老师表示对于家长来说 要带着孩子出门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 这次透过实际道田里面接触大自然 让教学更深火化 看到孩子们兴奋开心的笑容 大家都很高兴 学校也特别致正感谢赚给草屯正公所 表达诚挚的谢意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们课堂上就都有教到把萝卜 甚至像音乐课上面也有把萝卜的歌曲 那他们从来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哪怕说老师是从菜市场里面买回去 他们也只是可能就是摸摸 然后呢吃到了萝卜的佳肴 但是不晓得原来萝卜是长在 它的根筋之类的 是长在地板上面 在刚刚拔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真的出力 去拔 拔起来那个喜悦的感觉 我觉得是在教室里面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现员财明轩表示 满飞天时虽然学习迟患 但童年的乐趣不能少 感谢正公所协助户外教学乘观活动 透过拔萝卜 让学生们体验田园之乐 促进社区经验增加美好回忆 让他们可以体验 亲自去拔萝卜的一个快乐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 夏天拔萝卜的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生活 让他们也可以亲自参与 跟一般学生的一个 一个一样的一个田园之乐 也要感谢公所 还有我们大家一起来 让他们也可以参与 跟一般的一个同学 一样的一个 就是正常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生活 学校表示 透过夏天拔萝卜 引导学生运用多感官的 媒介体验自然的奥妙 进而疗愈神心灵 是在课堂上无法体会到的 记者洪一轮 曹敦正采访报道 teve一尽咱们 感谢观看